海神第三考 潮汐烈体 看来我们第三考的内容又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是双倍潮汐烈体 可这潮汐烈体究竟什么意思啊 谢谢船飞 跟我来 这里就是你们第三考的地方 名叫怒浪绝境 那是海神岛的奇景之一 也是大海中少有的海魂兽绝技之一 可怕 这山谷都能被冲击成这样 要换作诗人早就没了 前辈 那我们的任务究竟是 这五魂神 海神 八个万年魂魂 一个十万年魂魂 这究竟是怎样做到的 难道是海神大人的奖励 请能凭借一己之力 与大自然抗衡 还占据了绝对的上方 这是深海沉吟 每一根柱子 直径约一米 高约五十米 同体积的深海沉吟 比黄金还要重上几倍 这七根巨竹每一根 恐怕都有数十万斤以上 而波在西前辈 竟能如此轻松 将它们同时生起来 所谓潮汐炼体 就是在陈银柱上 承受着木浪绝境中海浪的冲击 黑金五考者 每天需要在陈银柱上 坚持三个时辰 六考者为四个时辰 七考者五个时辰 九考者为十个时辰 考核初期 你们可以缩短一些时间 但一年平均下来 在陈银柱的时间 必须是我刚才说的这些 否则 就是考核失败 鬼的乌亚 我怎么知道 放心吧 我会一直在这里 陪你们进行考核 有时坚持不住 可以开口求救 那现在就开始吧 大家不要勉强 麻烦您 前辈 那么看 哪吃 没有 谁 啊 啊 啊 这冲击似乎没想象中那么强烈 我感觉我的身体完全可以承受好 你们呢 我承受得住 想我看着也没事 我也可以 只是缺氧的感觉很不好受 难道这第三考 比前两考还要简单不成 没那么简单 一波海浪的冲击 虽然不是很强 当我们要面对的 是用不停息的冲击 爬牌了 九宝准处有琉璃 怎么会 我的九宝琉璃塔竟然无法使用 我的双手被固定住了 也无法制造相招 第一痕戚 白狐狐身杖 我的辅助魂器也无法使用 我也是 看来这第三考之中 所有辅助型的魂技 全部失效了 我们只能硬顶了 大家都快撑不住了 来进领域 三哥它们的身体就像是被铸造的金属 而那无穷无心的海浪就是铸造锤的大尪 这该多么痛苦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奇大宗门 一定是要谋划什么大事 你们将五魂城的动向盯紧了 如有消息 立即汇报 是 才坚持了三个多时针 身体却好似万箭穿袭一般痛苦 你别勉强 先好好休息 记住 要想完成这第三考必须循序渐进才行 如果放弃一天 你们的结局只会是失败 前辈 多谢你一直陪伴 海神大人此语的考验 不论有多难 我们 我们一定会完成 我们一定会完成 我当然要尽客